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第五场比赛的情况 好了 比赛正式开闸 开闸之后我们看到在最内党 秦深义重是取得领先的位置 不过我们看到外党 外党的富安天骄 包括外党的华语雄起 包括梅花儿都是有着不错的发挥 这个时候 12号码 我们看到 12号码是暂时取得了领先的位置 一路往前 我们看到正强风暴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在他身后的是昆仑爵 还有燕春明月和腾辉霸王 那么在进入第一个弯道之后呢 昆仑爵和正强风暴 还有后面的吉匹马 腾辉霸王和燕春明月 是处在了领先的位置 目前昆仑爵暂时领先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面的比赛的情况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肖宇也是在后面开始往前赶 昆仑爵和正强风暴的位置非常的不错 腾辉霸王和燕春明月也是紧追不舍 比赛开始进入到第二个弯道 第二个弯道也是非常的关键 我们看在第二个弯道 马匹能否有着更不错的发挥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9号码 肖宇已经是在最外党 逐渐的超越到了第一的位置 表现非常的抢眼 在肖宇的身后昆仑爵和燕春明月 是大概有1.5个马位的差距 那么在他们之后 是腾辉霸王形成了第三集团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四百米 马上就要出弯了最后的冲刺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冠军会花落谁家 肖宇这个时候还是在领先的位置 这个时候燕春明月开始挥马加鞭 同时我们看到 腾辉霸王的速度也是冲了起来 肖宇依依旧还是在领先 不过在最内等昆仑爵 昆仑爵有反超的趋势 腾辉霸王这个时候是 能不能够赶上来 还有最后一百米 我们看腾辉霸王五号码 五号码 应该是最终 率先冲过了终点线 非常的漂亮 我们看腾辉霸王五号码